我發現這次從命案之後 已經有超過兩個月時間 沒有出片講講新的港產片 當中不是沒有港產片想拍的 直到這個人出現 你會知道這部戲要講講 他就是修緣發哥 今天跟大家講講他的新戲 別叫我 堵實 嗨 我是艾力 有些演員的魅力真是天殺 甚至乎你見到他 儘管你會覺得這部戲說什麼 概容我不知道 甚至乎你聞了一些服味 是不是真的好看 還是說是納片 無論如何都好 你都會想入場去看看他 感覺就好像一個老朋友 認識了他很多年 你又很喜歡他 但經常見到他 但現在你知道他出來了 你總是很想進去見一見他 探歷他 我想今時今日發哥的地位 他要多擺心 擺多少時間去做一部電影的宣傳 這已經是用錢 用合約可以談到的事 一定是要看他自己本人 喜歡這部電影 對這部電影上不上心 其實你會看到 在早前北京的電影首映禮,都有片段拍到發哥、發嫂,甚至圓靚靚 他們在看首映的過程當中都忍不住落淚哭了出來 其實能夠作為演員,他們看過劇本,完全知道劇情是怎樣 因為他們有分件,對不對? 都會在觀影的時候看到感觸落淚,很明顯這部電影是正中到發哥下懷 他是真真正正的被這部電影所感動到 能夠作為演員去演繹一部讓自己都感動的作品呢? 這個是福氣來的 所以也難怪這次發哥拿了這麼多的心力時間 去為了別叫我賭神這部電影作品做宣傳 為的,就是希望可以推介給更多觀眾認識這部電影 甚至入場去看這部電影 這次發哥真的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訪問 宣傳關於這部電影 甚至乎,跑謝票 你真是沒想過發哥今時今日的地位 還要出來跑謝票,不是吧? 是啊,他的跑謝票的方式 不是坐車去這麼多的戲院和觀眾揮手 他真的要出力去靠雙腳去跑謝票 是真的跑那隻 你會從片段當中看到發哥他從旺角去到尖沙咀的過程 去不同的地方,他是真的靠雙腳去跑回來 那管你要去一些非常人多擠迫的鬧市 他不怕混亂 他都很希望是真的身體力行 貫徹電影當中跑步的精神 亦都是大家近年對發哥的一個人切 其中一件他很喜歡的事情 就是做運動、跑山 所以這次你會見到發哥真的對這部電影全程投入 他出了新汗 你現在說真的 這樣的天氣 真的在街上站一會久一點 都辛苦了,更何況要跑 所以這次發哥真的出了所有他的力 就是希望去戲院裡跟觀眾打個招呼 講句多謝的同事 當然要selfie反將 好了,講了這麼久 那究竟老老實實 這部電影是怎樣的? 《叫我倒神》這部電影 其實在三年前已經是拍攝完成了 連戲名先後都改了幾次 由電影籌備拍攝階段 是叫光輝歲月的 拍攝時正式命名為嬌陽歲月 到首次發預告片 再改名叫做《我不是倒神》 現在正式公映了 最終拍板叫做《別叫我倒神》 英文戲名都不同 由最初都叫做《Be Water My Fred》 而今時今日就叫做《One More Chance》 其實說真的 今次對於這個戲名 我是挺摸不著頭腦的 為什麼要叫做《別叫我倒神》呢? 為什麼硬是要加《倒神》這件事 究竟是吃老本還是賣情懷呢? 還是不知哪一位 命理高人跟電影公司那邊說 一加了《倒神》這兩個字下去 就會賣錢了 票房就會特別好 真的不知道 因為其實你看回整部戲裡面 你頂多計算 法哥在戲裡面的角色 是一個爛賭儀 他喜歡賭錢的賭徒 但是他真的不是一個賭神 在戲裡面也沒有人叫過他一聲賭神 何來要別叫我倒神呢? 蛤? 有幻覺嗎? 剛才我的確是說 部戲不是難看的 但你說是否好看呢? 我也有些少保留的 或者你對部戲有期望 除了法哥這兩個字之外 還有莊文強這三個字 他在上次法哥主演港產片《無雙》當中 擔任導演一職 而在今次《別叫我倒神》裡面 莊文強專心擔任編劇的角色 由攝影師出身的潘耀明去做導演 劇本今次的故事主線 套路都可以說是非常明顯 上半段節奏是非常明快 加入大堆法式的喜感 包括法哥那些 響音又或者食字gag 我想對於一些教練獎的觀眾來說 由小到大都看法哥的哥哥姐姐而言 能夠在大銀幕上見到這一面的法哥 真的感覺什麼都翻過來 而去到後半段 氣氛一轉 變了一部以跑步家親情混合一起的 文藝勵志片? 行不行 其實心機很明顯算盡 包括在尾段那場 很遠的感情戲 我不劇透太多了 能夠在前段嘻嘻哈哈過後 認真地去交代感情關係 生離死別 我自己也認為這場感情戲 是恰到好處的 既能夠做到感動人的效果 同時也沒有說太多 肉麻到 你會無本動 喊完不好的那些對白呢 所以我看過那場 的確有不少觀眾是為了這一幕而流眼淚 我也很相信早前首映順便發哥看到哭 都幾大機會就是這場戲 他們影片後半段說到 就是激發作為爹地的周潤發很多他內在的潛能 甚至乎陪他去到世界各地參與不同的跑步比賽 到這裏我看到有不少的網友 你認為感覺很像看著這個媽媽的神奇小子 但其實我在想 我會更加想起的是激戰 即是同樣是說那個爹地的角色 雖然在激戰裡面 張家輝和小妹妹不是親生的關係 但也是一個成年人和自己的小朋友 一個很緊密的關係 而同一時間 那個爹地都是一個爹地的 很喜歡到的 本著自己難命一條 我沒事輸了 怎料就是被一個小朋友 影響回他的意志 令到他重新激勵回他的士氣 好好去訓練自己 找回真正內在的自己 從而開始他人生很光輝的下半場 戲鬼就是這樣 非常淺白耳鳴 跟上次《無雙》一樣 在《無雙》裡面 你會找到很多法哥做動作片的影子 即是那些 只有法哥做這個動作才有魅力 而今次在《別叫我倒神》裡面 你會找到很多法哥演文戲的影子 以這條父子線為例 最直接令人聯想到的 我想一定是阿朗的故事 剛才一直說 戲的主軸其實是沒問題的 但當中的轉接位 其實我就會覺得幾值得相確 感覺就是這個角色一直發展 觀眾看著他的轉變 那些變是說變就變了 即是如果可能在一些場口當中 透過某些事件 而令到這個角色的心路歷程 更多的描寫 感覺就不會這樣突压 即是現在的感覺就像 你要在前面扔個靚彎 你會覺得車是順著 細慢慢地轉過檔軚 會舒服些 還是一下子就變成90度 會舒服些 不過這件事 我又不會完全夠病於編劇本身 因為當你看的時候 原來不知不覺都已經120分鐘的片長 再加上剛才我所說的細節 就變成史詩式 檔戲回場的150分鐘的劇情 那就真的會太長 再加上這部電影 其實在三年前已經是攝製完成 三年時間裡面 究竟有多少的改動 才令到電影上映到呢 這些事情我想就不得而知 你和我現在這一分鐘都不會深究到 可能真的要有機會 要問導演 問編劇 還要在私底下的情況 才有機會會告訴你 其實在演員方面 我想不需要多說了 法哥真的由全片第一個鏡頭 帶到全片最後一個鏡頭 真正地做到由頭帶到尾的法哥 所以如果你喜歡看法哥 滿足的了 收足貨的了 其實這次在法哥身邊的角色 靚靚的角色 氣氛不算多 但是他的重要程度當然是很高 甚至乎催淚的情節都是因為他 身邊還有其他不同的六頁演員 大家都是非常精彩 甚至乎挺有驚喜 例如我立即想回安志傑 平時你見他打的 很大隻 這次收起了肌肉 不讓他打 演武器的時候 都是挺好看的 而這次特別要強烈地一讚 去highlight他的名字出來說的 一定是Viu 阿偉立 在戲裡面飾演法哥的兒子 嘩 這次這個角色 我覺得對於他來說 又是讓觀眾見識到 原來他的演戲可以有這一面 因為可能對於觀眾來說 對他較深印象的一部電影 應該是逐水漂流的 而今次這部《別叫我倒神》 其實在逐水漂流之前已經是拍攝了 在最近一些訪問當中 Viu 又說 在他拍完點五部之後 就收到電話 知道了這個讓他非常震驚的消息 嘩 我做法哥的兒子 因為今次這個角色 在魂魂的選角裡面 去到最後的三個人選 而最終選擇Viu 去做兒子的那個人 就是法哥了 是法哥親自點數 我要由Viu 去做我的兒子 所以我想對於一個演員來說 嘩 是何等的緊張 但其實這一份的緊張 法哥也知道 所以在拍攝前 都有一段不短的時間 法哥是邀請了Viu 跟他一起去練跑 在練跑的過程中 甚至乎我親自開車去接你 這個過程不是說要練戲還是怎樣 而是最重要是加強了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即是不會是去到片場裡面 Role Gay Action 那一下 才爹地 這件事沒有感情的 大哥 法哥是一個殿堂級的巨星來的 我作為一個新演員 要跟你有這麼多對手戲 不要說這麼緊張 簡直是害怕 所以我想這次法哥這個舉動 是能夠為Viu 定一定經的同事 甚至是建立了一份戲外的感情 在戲裡面演出的時候 會爭質一點 動人一點 嘩 法哥 你真的很細心 今天跟大家講了一別 叫我賭神這部電影 來到這裡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這部電影 不知道你看那場有沒有撞到法哥來借票 和大家selfie 無論如何都好 有什麼感受關於這部電影的 都不妨在影片下面的留言區去分享一下 希望可以看到你的一些不同的感受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去按一按個like 喜歡這類型的影片的 你見我都一直有出片 你都很勤力仔 希望得到你一個訂閱多多支持 按下的鐘仔有新片長線看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多謝 新follow 拜拜